國民黨立委嚴寬恆 因為炸領助理費豪宅假交易 跟竊展國有第三個案件 被檢方起訴 7月26號一審判決結果出爐 在貪污罪部分被重判 七年十個月 並持毒公權三年 台中定院說明關鍵證據是 前助理林靜芙太太的記帳記錄 而這個記帳部分是寫 顏頭代收代付總表 然後上面的明細寫清楚 代收立法院薪資 等於是他代收代付 他用在這個被告 這個顏寬恆的相關支出上 不過顏寬恆也態度強硬 激動駁斥 長期擔任義務擔任助理的服務工作 他的薪資直接都在他的帳戶裡面 都直接是由他自行支配 也是他的財產 我並沒有去干涉影響 支配任何的事項 一次捲入三個案件 一審宣判結果 顏寬恆炸領助理費 依照貪污罪被判刑 七年十個月 尺度公權三年 簽助理林靜甫 也跟著被判七年八個月 而殺戮豪宅假買賣 衛造文書被判半年 可一顆罰金 當時買方是一名張姓設計師 也被判刑四個月 另外檢方認為 殺戮豪宅竊佔國有地 而法官指出已經付了相應租金 決定判決無罪 不過他弟弟炎仁賢竊佔國有地 則被判刑六個月 本人攔理接受 我們等到收到判決文之後 我們會提出上訴 三個案件中 兩個被一審法官判決有罪 其中貪污罪更是被重判 對此嚴寬恆對於判決結果 表示非常震驚遺憾 將會提起上訴 而他立委職務 須等到判決定驗 且被宣告尺度公權 才會被解職 3D新聞中部綜合報導